有没有留意这部不是Model 3呢? 没错,标题已经告诉大家 这部是最新的日产Note G Power 今次多谢回代理 等我有机会试试其他车 至于为什么会试这部Note G Power?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半电动车 其实我都有看下其他牌子的电动车 今次是我第一次拍其他牌子 有什么说得不好的大家包容一下 还有可以在下面留言给下意见 今代Note只有E-Power版 整体外形我都觉得挺英俊 线条明确 和上一代被摩登了很多 有些它们部纯电车Aria的影子 厂方说设计用了不老和式未来主意 先不要深究的意思 每间车厂都有它的家族设计特色 日产就有这个VMotion鬼面罩 曼士德就有Cordor运动设计 还有宝马这个 旁边就是自动LED头灯 日行灯是条状 解锁时会穿着都挺型 下面有盏LED霧灯 头灯设计是一粒粒冰砖 Bumba旁边有个导风槽 不仅是装饰 真是通的 旁边骨线由前面一路去到车尾 側镜造型都挺流线型 有指挥灯 这部demo car 是Option的蓝黑2 tone 我个人觉得最漂亮都是这颗色 16寸合金灵 车胎用了偏向省油的胎 车尾都像缩小的Area 有颗尾翼 尾灯由旁边开始 左至右连接 下面有些牙黑妖留装饰 旁边反光条 一踩入尼斯基位 最吸引是波棍台 整只蹲鼠感 触感都挺好 有駕駛模式 EV模式 Auto Hold 电子手掣 还有些金属边 质感都不错 不过钢琴盒就容易黏紫纹和花 另外有个Type-A USB和烟插 下面USB线就是车机用 这个位置如果有日本版的无线充电就正 门板 标台都是用一些硬身的物料 平体态盘都挺漂亮 加一些跑感 现在的新车都转了用电子标板 这部Note G-Power都不例外 态盘前面这个其实是两个小屏幕 右边是麦标和油针 左边是行车资讯 用态盘控制 旁边还有传统的灯号 中间就是车机 有CarPlay 南亚 如果没有看漏 喇叭应该前后割一对 就这样看似是同组喇叭 不如顺手试一下音响 但太空不是连接车机 较大小声都是返车机 还有后拍镜 恒温冷气 panel设计都易用 左边风量 右边温度 电枪 电接镜 中央锁 车窗锁 这些都齐 来到处物空间了 门板处物位不算阔 不过放支500ml的水绝对没问题 两边冷气口都有杯架 手套箱 而中控下面是通的 放盒纸巾就全合 手枕下面有个位 不过就窄一点 全车人造皮椅 有些直条纹的造型 而前面就用了零重力设计 厂方说坐得久会不容易累 调校都是用手动 坐垫都是调校上下前后 椅背可以差不多放平 坐落真的不错 挺舒服 左右两边都有承托 后座对门开尽都差不多90度 上下会方便些 前面调回正常位置 膝头都松动 头顶都是 标准身形的男士应该都不会顶的 中间可以反下来做手枕和杯架 椅背有两段调校 两边都有Isofix 不过中间都有一些拱起 座在中间对脚就可能要放两边 门板一样可以放水瓶 乘客椅背有两个小袋 司机位那边就没有了 中间没有USB和出风口 后座整体我觉得好错过Model 3 尤其是大腿 尾箱容量有340升 门栏就是一只手掌位左右 下面是发布交托 和12幅电 这个行李箱29吋 如果打直摆应该放到4个 椅背可以60-40反低 容量会加到670升 不过就不是全平 一开始我就说这部是一部半电动车 因为它驱动一对头轮是用电摩打 另外有部12cc的三缸引擎 要来发电 是不会直接做驱动 即是一部电动车 再背着一部发电机 银下会有电动车的驾驶特性 车仔细小有28.6kgm的扭力 但又不用充电 是要去入油 不过马力就116匹 不是特别标青 就这样看数字 这部车起步加速应该都挺爽 但去到highway 在上可能和按上一匹数的电油车差不多 一会试车又看看是不是 除了马力扭力 都比上一代增加了 厂方说逆变气都小了和轻了 对油耗会有帮助 那这东西有什么用 e-power的动力 扣有引擎、发电机 电池、逆变气和电摩打 摩打就是用交流电 电池就是直流电 所以要个逆变气 将电池的直流电 转回交流电 给摩打 同样一部Model 3 都有逆变气 港版Note G Power 只有前驱版 日本就有双摩打四驱版 后摩打给多68匹 和100Nm扭力 我想香港都不会入 日本会落雪 四驱有实际用途 现在前驱版卖22万9 四驱版来到香港 如果卖贵多几万 又好像过了定位价钱 留下来去日本旅行 租来银铛吧 外观、内拢和动力 都说了 试车之前 不如总结一下 我有什么喜欢和不喜欢 平底台 后座玻璃可以落到底 后座椅背可以较角度 后座手浸杯架 中间的屏幕如果可以用日本版就一体化很多 不过可能功能上不兼容香港市场 例如日本地图、电视接收就换了这部车机 功能都齐的,有CarPlay、蓝牙 不过留下了框框 后座没有USB和出风口 中间略嫌拱起了少少 看过日本介绍应该是要用来走市气候 虽然车底结构会硬朗些 不过坐在中间就会没那么舒服 古色尾轮煞车 第一样当然要说它作为纯电驱动的动能回收 Note T Power有三个驾驶模式 Normal、Echo和Sport Normal就像一部电油车 放开有门不会有regen,不会拖慢车 Echo开始会有些regen 油门反应会慢些,所以最省油 Sport的油门最灵敏 regen力度最强 像平时驾驶Model 3的感觉 不过这两个mode 就离停的时候都要踩一踩迫力 其他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油门来控制车速 即是厂方说的e-pedal 虽然这两个mode都有regen 但是泊车时都有慢流 那就不用担心不过意大力踩油门 部车会飙 还有,如果回收到一定程度 屏幕会显示着迫力灯 提回头车,其实你是在减速 转mode都方便,推上推下 便随时可以看路面来教 落大斜要收慢,可以转回Sport有强的regen 去平路不想按错,拉一下又转回Echo 我开电动车习惯了就很buyregen 落斜或减速可以充电 要赚回能量 又少再用Breadlake Breadlake被损耗自然少些 整件事又效率了 初初转驾这部车可能会有不惯 适应了之后,你会慢慢感受到它的好处 当然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会怕错 要是用你的脚控制 要是用平常 买得E-Power,相信你都会接受这件事 Nokes E-Power 闲电摩达 有28.6kgm扭力 同级车来说,起步的确是爽的 如果上到公路890再加速 就不会有特别优势 新Nokes用了雷洛日产联盟的CMFB 车架平台 雷洛Kelio都是用这款车架 开的 blir感觉一定棒 尤其是过桥搏位就会感到到 懸掛革音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电池就有1.54kWh 同厂的Lift有60kWh 純电车一般一度电门5-6公里 所以没期望车可以纯电走几十公里而不用着引擎 我感觉如果正常开不是大脚踩 市区可以纯电开一段 车厢就好像电车那么静 之后引擎会着回来充电 着那下有点像冷气机的压缩机那样 一会就会关掉 当然踩大油就会立刻着 它都有个按钮给你强制行纯电 或者着着引擎充电 去到公路 感觉八成时间引擎都是着着 拌了一些胎噪路噪下去 引擎声相对没那么大 厂方也都标榜这样 部车会视乎路噪 竟量路噪大才着引擎 另外大家可能会问这部Note 可不可以好像纯电车一样 停车煲着冷气 我拍片时都试过一下 一路开着冷气 大约十几分钟就会着着引擎 一会就会关 keyboard 纯电开多久冷气 都要看回你本身电量 窗面温度跟冷气开几大 NOOSE E-POWER的安全和輔助系統大致齊 前車、過線都有 汽袋有9個 如果加上巡航就好 最後來到大家好關心的油耗 看E-POWER可能想知一缸油行到多少 也要看油缸大小的 不同車款不能直接比較 今日試車行在103公里 平均時速23 油耗是每公升油行19.6公里 即是每100公里用了5.1公升油 以現在這麼高的油價19.191公升計 當3元折扣 為1公里大約8毫 這部新款油缸容量36公升 計算可以行到705公里 大致看完車 整體都沒有特別大要挑剔 細節上好像剛才說 是可以有改善 我會覺得適合一些擔心充電 但又想試一下電動車駕駛特性的朋友 在香港充電站還未可以說足夠之前 作為一部跳板的省油家庭車都不錯 今集就差不多了 希望接下來再試多點電動車吧 再試多點電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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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試多點電動車